可是我不斷的讓自己慢慢的進步 我每天運動健身就是不希望肚子跑出來 這就是捐油之力 我持續了十幾年的運動 創業也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 你不要羨慕檯面上 那些很有爆發力的人 你應該把你的專注力 放在如何讓自己持續慢慢的進步 好 就這樣 我記得我去台灣藝術大學 教畢業生怎麼去面對職場的東西 結果大家都沒有興趣 後來在QA的時候大家知道我是網紅 他們就一直問我說 我也要怎麼做網紅 我是跟他很簡單 我從2015年9月一直寫到現在 我寫了30萬字了 你能夠跟我一樣寫3年 你就是網紅 沒有訣竅 不斷地去寫 好 觀察力 這很重要 我自己開2010開廣告公司 我在2012年出現了一個警訊 那個時候 台灣4G 台灣中華電車推4G嘛 臉書的用戶在台灣超過1200萬人 我的客戶跟我講說 為什麼拍廣告買Q 燈燈報紙打字 已經沒有效果了 就是因為2012年發生這件事情 當時跟我同期開廣告公司的朋友 覺得網路就是泡沫 所以他們還是做以前的事 但只有我覺得不行 我必須轉型 那時候大家都在玩開心農場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我是2012年才開始用臉書 然後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跟新加坡臉書 剛好有一個朋友在那邊 他教我一些東西 我們都用視訊拿 然後電話 我才搞懂什麼叫臉書 你會不會去那邊 我跟廣告那一年 我會想到那一年 那一年 當然了 然後你知道哪一年 你會不會去那邊 你會不會去那種 你不會去那裡 你會有對